宋后员在超商门口站定位 瞧好位置 摒气凝神 接着一二三 三个全境像是神射手 换个位置再来一次 不管包裹大小到了宋后员手里 变成篮球 站在门口远抛三分球 或是包裹太重抛不动 走到车子前狂丢 完全没在看是不是一碎物 拿了就开始丢 如果民众看傻眼 过程全被录下 PO上网 通骂实在太不敬业 货物包装的再好 包裹也会被摔死 事情发生在嘉义文化路超商 影片PO上网 网友们笑说全金一百分 免费玩移动投篮机 投进三颗可以换大娃娃 送货员应该有兼职打篮球 工作怨气满点到底多不爽 但也有网友缓夹 转任战物流仓更夸张 看见新天地 应该有人在车里接 两两合作 别大惊小怪 询问当事超商电影员 皆不知情 再看看当时送货员 拿起包裹狂丢画面 有民众可以体会货运辛苦 但想到自己的包裹 被无情狂丢 实在感受很差 记者侯国文 接线中 李一荣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